我們很開心在這裏開始這個聚會 目的是興起一些末後的基督徵兵 因為末後日子將來有很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彼此恨戶 那時真是很難頂的 你認識的基督徒 甚至有些牧者會陷害人 到時候真是我們很難想像 所以我們一定需要站穩 而這些世界的跡象顯示末期很快 我真是覺得十至三十年已經被鬆了它 我們不知多久 當然這不是預言 這是根據那些跡象來顯示 因為從來未試過世界的災難那麼緊要 燃狼那麼緊要 所以瘟疫各樣的情況嚴重 以及基督徒被逼迫的情況很嚴重 變成有些國家沒有機會聽到敷衡民家 有些國家是很嚴厲的懲罰 被捕捉了基督徒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知覺 我們預備如何呢 就是興起更多的征兵 我的目的也不僅是現在的 我們這群人就是將來我們有方法 如何興起更多征銳部隊 將來能夠全面性獨當一面的事逢 這個就是我的目的 所以在過程中我們都有給大家操練的時候 OK 我今次的主題就是心如止水 有安全感不受任何人影響 為什麼我會說這件事呢 因為很多人的侍奉有問題 就是因為被人影響 因為人就是問題 有親人的地方就有問題 教會應該是問題少 都是的 不過教會也因為很接近 又是幫人 越幫時有時他的問題越顯露 所以 某程度教會問題是少一些的 但某程度又多一些 應該少一些因為人有愛心 應該少一些 但某程度又多一些因為接觸得多 所以那個磨砍也多 也都有兩種兩類的教會服侍的 一種就是大家大名坐著聽到 聽完後拜拜 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大家 你坐到關閉地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那些進入人的生命去幫他處理 輔導那些就容易有問題 或者我們的生命都經常想幫一些人興起 過程一定有很多困難的 而我們處理不了我們的情緒 就是被人影響 在我時奉中 我每個教會都經歷過 經歷過一些被傷害 我也都見到別人被傷害 其實那時候我有很多不同的經歷 我記得曾經在一個教會時奉有一個女傳道 我那時候就很多時候都幫了一些學生 就是我做學生工作 那個女傳道有時候走過的 就是我們那個地方 那些學生告訴我 他好像很生氣 他生氣的我不知道 不過他人本身都是比較情緒化 還有那些表達都是比較強烈的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伴到那些學生 不過他們變成我又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他們又沒有被影 但如果他的生命感受就會影響 其實我們開會 當時來說 那個牧師都不懂得處理 我說這些我只是說 就算在侍奉人員當中 都可以有很大的問題 我就不是批判 也只是說我們知覺這件事 我亦都是用一個柔和的心去對待 但那時候我未懂得處理 為什麼未懂得處理呢 我們真的開會的時候 他會很… 即是很機笑另一個傳道 而那個主任牧師一句都不出聲 他又不懂得處理不知怎麽好 就由他那樣機笑完又繼續下去 不知道這件事其實是造成一個破壞性的 我們自己無論我們幫的人怎樣都好 我都聽過很多故事 即是說被人影響 又會有激氣 甚至會發脾氣 有時說錯話 我自己也試過很多說錯話 我們知覺的時候 我們就以後減少了 我講出可以有幾個結果 第一就是我們服侍那些人 他們會覺得很大壓力 以及受傷害 他們覺得 也有頗多人跟我說 他們說我在傳道那裡得到傷害 或者組長得到傷害 都很辛苦 有些需要很長時間釋放 其中有一個 在我們… 有時現在有時找我 他說曾經他有一個視頻 那個… 那個領袖是… 哇 真是高壓手段 他是很害怕 直接他發夢都很害怕 他現在都會發夢很害怕 就是那種高壓的程度 也有時有些人會跟隨他的模式 這是一個後果 第二就是… 那個… 持續… 我們自己一被人影響 我們就沒有起落 就是侍奉得來很辛苦 其實我… 如果說工作量都幾多 因為我們做了很多Zoom 多很多聚會 但我為什麼會仍然這麼輕鬆呢 因為我覺得 我就是做人需要我做的事 輕鬆鬆就可以了 不用給自己壓力的 有人不翻也好 翻也好 什麼都好 有人遠也好 有人說這些東西 你給我聽也好 不要緊的 我主要就是覺得 我覺得不需要那麼大 去擔心他的壓力 也有時會 burn out 就是真的會 burn out 無力 很盡力 而有時真的一次發脾氣 或者多一次發脾氣 真是破壞了那個 以後的機會 如果想像 如果我有些事做錯了 被人一傳 一傳一放上網 現在放上網 尼牧師都這樣說我 他都發脾氣 我不是說人不可以發脾氣 但我們一定要小心破口 亦有很多事是這樣的 那個攻擊是不合比例的 可能那個人根本沒有做錯事 都被定的 那句話可能沒錯 但是那個人的解釋 可能令到他變成一件很差的事 就跟著在網上傳 說現在傳的時候 那個後果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這個後果我們都是很難承擔 如果我們真的想走神的路 就是我全心全意 但是我處理不到 走去洗手間 去祈禱一陣 釋放了 就比當時爆發更好 因為如果處理不到 後遺症更加大 所以這個處理人的問題 都是很重要的 那為什麼我們容易被人 因為自己被冒犯 因為好像自己的尊嚴被人冒犯 好像你不尊重我 很大件事 所以很多人一說句話被人冒犯 但他立即的反應很大 因為他覺得你冒犯我 還有很多人沒有安全感 覺得自己失去了價值 而且也沒有愛心 人們這麼壞 我為什麼要對他們愛心呢 耶穌很特別 他說你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就做在我身上 就是看到耶穌 他看重任何一個人 你做在他身上 就好像做在他身上 他一定是紀念的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個經文 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我們也同時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學習去識經人 我就會問一些問題 大家去看這個經文 就是 詩篇三十七篇第一節到第七節 我們一起讀 不要為著我的心懷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疾度 因為他們如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乾 你當以靠耶穫華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實為良 又要以耶穫華為樂 他就將你心理所求的賜給你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穫華 並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返出 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你當默然依靠耶穫華 耐性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 惡那惡謀承受的 心懷不平 OK 好 這個經文裡面有些字眼 都是 我相信大家都比較容易明白的 那就 不要為那些作惡的心懷不平 心懷不平就是為什麼 我搞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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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氣 他沒理由會這樣 為什麼特別說到 為作惡和行不義 會有心懷不平呢 可能因為人的罪悉 就是因為那些人做的事這麼不公平 就是這麼不應該做的 或者甚至他是有高位的 甚至有些人很順利的 有很多錢 有些人很順利 其他人就覺得很激氣 心裡面很激氣 這就是我們需要去分辨的 第二節 就說到他們 我們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又枯乾 有些人說快都不是很快 是不是 很快 可能我們快死過他都未定 其實這句說話顯出神想說什麼呢 其實他 會忍耐 忍耐 但其實他著重點就是他們的遭遇 他們最終都會滅亡 是的 他們最終會滅亡 亦都顯出神的什麼屬性和恩典 公平 公平 是的 是的 是公平 因為 作惡的人 他今生來生都會受到報應 他今生 他會呢 其實他有錢不一定代表快樂的 你看那些有錢人臨死 那些家產 經常都是鬥爭的 其實 周圍好像很少真正愛他的人 他愛他的錢 所以這裡說到神的公義 他的聖程必定審判 他公平的 有什麼恩典呢 恩典有時不是直接在那裡看到的 你看個相反就可以了 那個恩典是他為受壓迫的人生冤 是的 就是說他會祝福那些聽他說的人 為什麼我時時強調 這個屬性和恩典是有原因的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大家在世上認識一個人 他真的認為他很好 你看到他不單止他的行為 看到他的本質很好 他的本性好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會很欣賞這個人 即是他真的他的本質很好 那麼我們對於神 很多人因為他自己是一種裸的心態 神快給我吧 你為什麼不給我 你給別人你不給我 有些人就看這些 那這一種心態就是比較 這種心態就是最不好 那也有時有些埋怨 為什麼神不給我 為什麼神不給我 好像對我不公平那樣 這種的心態 另外一種就是 只是 只是想拿到 或者都感謝神 不過就是 你給我這個好 你給我健康 好感謝主 你給我入色 好感謝主 我經常都看到那樣禮物 看到那樣禮物 但一個高度的對神的欣賞 以神為樂 為什麼會以神為樂呢 就是我看到神的本質 他那種靚的程度 是超越世上任何一個人 好像天來地何等地高 他的道路都是這麼高 即是他的道路是超越 天怎樣高於地 照樣他的道路高於我們的道路 他那種美善 就是當我每天都去想神的美善 我是喜歡神 喜歡得不得了 我真的覺得 哇 神真是好得不得了 他在我生命中做多少好東西 他在我生命中做很多好東西 還有有些人去過天堂 我很喜歡的 真的很喜歡 他說到 哇 神讓我湧過來 哇 立刻感動到 他說 沒有人能夠預備好見耶穌 那種美善 耶穌那種靚和美善 是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有的 我們越感染到他的美善 就越美好了 所以我們越欣賞 我們每一件事發生 我們都要多謝神 例如我 例如我很簡單的多謝神 我為了你們多謝神 我為了你們有心給神用 有心祝福人 我覺得是禮物 我們變成了一個團隊 我們可以影響人 這是禮物 因為 同心和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是很美麗的 在世上能夠有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侍奉 是一件很美麗的事 我覺得是禮物 但為何會有這件事呢 因為神的本性就是善良 和平 這個本質 即是神用的本質 還有他有能力改變人 所以他恩典改變大家 他將善良放在你的心中 將美好的質素放在你的心中 於是你們都變成善良的人 有心祝福人的人 憐憫的人的人 因為神充憐憐 於是我們就配合了 能夠一起侍奉是一個美麗的事 我們越是有這個心 我們就越說 哇 神真好 在每一件事 小事大事都好 我們都看到神的恩典 我們就會 哇 真是以神為樂 所以我是很強調 我們需要不只是我們 我希望這個教導全開 真是 全世界的人 基督徒都會看到神的美麗 個個都會說神很好 走神的路最好 那自然就會 他自然會改變 所以我們都是被人看到神的美麗 其實我也想分享一下 我看到的 我覺得神不是單元是歡慕 我們很多時候見到那些惡人 最好他有言言 即是立即受到懲罰 我們很多時候都覺得 為什麽 自然老師所說 為什麽 起碼他在世人的眼裡 這麽多事都好過很多人 我們會 其實心理 你這麽加不憤怒 因為他是壞人 如果是一個好人 你都覺得他犯了一點錯 你都覺得 都是人都有錯 但其實 看神的眼淚 其實我們個個都是惡的 你覺得神懲罰他 其實神在寬容他 給他時間 其實也同是給我們時間 如果是真是擺在路程 我們未必能夠補得他們很多 這個就是我這麽看的 是呀 我自己都 我真是真心地說 我真是真心地說 我數算我以前做過的錯事 犯他罪 包括我做了教徒 和包括我做了牧師之後的罪 如果神要追討 都是很嚴重 我多謝神 神計算 即是神給我們機會 聖靈充滿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真是神接立我 是一個 當我 仍是有這麽多軟弱的時候 祂提升我 所以我就 真是說神 我不想再有任何的罪影 我又是罪的意念 我立即在心中就處理 即時處理 我不需要生氣 我不需要因為他受影響 我不需要覺得很慘 很難 我不需要被他影響 這變成了我一個很深的警惕 我亦都很感恩神 神的對我們完全接立和欣賞 我是很感謝神的 很歡喜神的 好了 我們就看一看 你當已靠而言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實為良 這裏我首先想大家去想想 甚麼叫以他信實為良 因為神的信實成為我們心靈的良 我又問一問一問 其實是否只是心靈的糧食 耶穌說一句說話 他說我食物就是遵行 神神的只是食物 這裏我想大家思考一下 或者是他得力量和得飽足 嗯哼 這個是屬靈 是否只是屬靈 我總是覺得神的祝福不只是屬天 屬地都有很多屬靈 其實你飽足是除了心靈 和我們是人靈 都有一些實際的需要 嗯哼 那兩者都飽足呢 嗯哼 團隊配合 一切都給我們 就是 這個就是我的糧食 因為他信實 他說了一定會做的 就是信實了 他說了一定會做 於是 我就知道神一定會做 所以我呢 我整個人的生命 依靠就是他了 不過這件事可以說 很難的 為甚麼呢 我們到了大災難的時候 真的 他的依靠不是一用的 因為那時候真的錢都不能用 但我們現在覺得 我們有的錢就是我們的安全感 就是總是會有這種情況 到時有意味啊 擔水擔肉給我吃的 哈哈哈哈 這個神可以用這個方法的 是呀是呀 歌山鼻也是這樣 可以找一個烏鴉 又擔一些東西給我們吃 到底神用甚麼方法 我們不知道 所以這個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深信神會照顧 以祂的信實為良 在大災難的時候 這句金句真是亂了 其實我想呢 如果你去到大災難 你說非方大部分人 都沒有食物的 當然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但其實平日的日子 很多時候我們想要的 是多於我們需要的 其實如果你只是滿足你的需要 你都會做得很滿足的 但是你經常覺得不夠 就是因為是沒有安全感的 是 如果你真是以耶穌華的信實為良 那你應該是救的 是啊是啊 神真是會給足夠我們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 我放心 我放心 你一定會照顧的 我自己很奇妙的 就是有一次我在 那時候在外國 我就說 在一個教會那裡 因為他又不能夠請我 他有一點錢給我的 那個牧師 但是呢 我當時來說 是沒有一個 總之沒有一個完整的入式 他有一次就叫 他說 有人請了他去 去營那裡 說到兩次 其實他搞錯了 人家只請了一次 他就說 我去一次 你去一次 我說好 去到的時候 很奇妙見到一個牧師 是開放聖靈的 他就做很大的 侍奉的工作 在聖靈的方面 那我就跟他分享 跟著呢 留下他的電話 跟著那天 我就收到他的電話 他說有一個牧師 想問牧師 就是 都在一個意外 就是神就在這個情況 去供應我們的需要 有時候我們真的想到 想不到 那時候真的很多次 因為呢 我初頭以為 經歷聖靈 就會很容易 就會 事奉就會很快 很興旺 或者有方法 可以有供應 因為那時候 傳統的教育 已經拒絕我了 但是呢 真的很奇妙 是很多次 在那個過程 我真的學習這麼多 以前不用學習 依靠什麼 為什麼呢 在傳統的教育 是每個月一定有輪出的 除非這個教育有問題 是很穩定的入息 並且那個宗派是很缺小牧師的 這間不僅是第二間場 根本是很多資源 所以根本以前是沒有學到這個依靠 但是 在那時候 在困難的時候 真的學到依靠 這個 陳之邦 就是說 以他的信實為良 好了 這裡講到 他會依靠神而行善 和以他信實為良 這裡 神的本質 他的本性是什麼呢 和他的恩典是什麼呢 他就是喜歡善良的東西 OK 這是第一件事 他會喜歡 和他會欣賞 而賞賜 會祝福 所以會供應那個人 是嗎 大家還可以考慮的 一起考慮一下 他會令到人 得到不單止他需要 都可以 還有餘 可以幫助他 是 他能夠叫我們有餘 好 這裡我自己講 他怎麼發掘呢 就是這樣想 神要有什麼本質 我才留於這個恩典 神要有什麼本質 神要有什麼恩典 有什麼行動 我才留於這個恩典 即我們所修的恩典 神需要有什麼本質 和他的恩典 和行為 我才得到的 這裏 以靠耶和而行善 就是 依靠神的人 會行善 神有個本質 他會令到人行善 他本身就行善 凡是親近他的人 他的恩典 他的能力 在他裡面 就會混行 這個人就會行善 善人 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能 越來神同在 他就會有善能出來 神是有無限的善能 他見到人很差很差也好 其實我們很多地方看到神的善能 神的善能 就算是墨子和墨子 他真的可以把墨子全部割起來 但他說恐怕有些不是 恐怕有些 或者他由墨子變成墨子也未停 有些本來不是 變回好 恐怕所以由得他留在這裏 他有這種憐憫的心 神的憐憫是很大的 所以他善良很大 我們親近他 他就會令到我們行善 親近他的人 心情就會改變 而他是信實 他答應一定做 而且他會賜良 熟靈的良 和物質的良 而他真的會這樣 祝福所有親近他的人 所以這裏講出兩樣的果子 他在人生命中 他會令到我們行善 結果生命更生改變 然後他會賜給我們糧食 讓我們可以去行善 所以這樣的時候 其實這個跟上文有甚麼關係 上文說了些惡人 要糟糕 這個跟那個有甚麼關係 因為上文是叫我們不要身懷不平 身懷不平 你的善能就會變少了 他又說了你不要身懷不平 要做的就是依靠耶和華的信實 那你就會有公認 公認可能你的冤可以生到 包括和你會向善 之前說你是身懷不平 現在的對比就是你會行善和為樂 是的 即是說我們有甚麼正面的能量 以至不會身懷不平 那個正能量從哪裏來 神如何幫到我們不身懷不平 所以當我們下一次 在你們來說可能身懷不平 就是有時候幫人 那些人不受幫 或者你幫他很難幫 或者他反咬 或者做一些說不好的說話 那我們就用這句說話 當然我們希望他不要如草快味割下 我們希望幫到他不要快味割下 我們都不想他 不過說到有些人真是惡意的 抵擋神 他是可以真是被神懲罰的 今生來生都可以的 然後我們很有安全感 為什麼我的安全感呢 因為神是會產生善良 他是充滿善良 他會在我生命中產生善良 叫我能夠有善良的果子 和他的信實令我有安全感 所以我能夠以他的信實為良直 以及供應我一切的需要 我這麼有支撐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給他影響 其實他很慘 有時見到基督徒 或基督教圈子裡有些人的炎弱 其實我真的很想祝福他 但我覺得有些人一方面事逢 一方面做不好的事 我覺得其實他很蠢很蠢 既然我們述這個神 那麼有恩典 以及聖賊所有人的心 他監察人的心 他做這個時候 為何他沒有這個智慧去分辨 當我做這些不好的事的時候 神會追討 為何他不怕這件事呢 他就會犯罪 其實他很可憐 我就不去生氣他 我覺得他可憐 我覺得他淒涼 他很蠢 因為他做很多事是白做 神又不起緣 我見過有些人的傷害 有些造作在我身上 我來說我覺得 我來說不慘 因為神會給我 慘的是他 所以我根本不會因為他而心懷不平 但那個過程有處理的 因為我們中間有姐妹 其實過程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都一起公開處理這些事情 曾經發生過有人刻意攻擊 刻意抹黑 就為了搶陽 向一些人播放錯誤的訊息 叫他們去他們的聚會 我們損失了甚麼呢 其實神會給我們 但這個人有這個心的時候 其實宗教神是知道的 我們有甚麼支撐呢 因為神是善良 他會在我們生命中做好的事 而那些不走神的路 就算他事奉了最嚴重的 那些是不得救 我希望他不是不得救 我真的不希望他是不得救 我希望他都會悔改 不過我發覺人是這樣的 眼睛是 好似大家的眼睛 很多地方都激黑了 烏黑了 看不到有些罪 但我希望有一天他看到 他會悔改 這就是我們裡面 不因為他心懷不敬 反而我們輕散 輕散 我不要緊的 所以這是一個心態 當我們面對一個人 在我眼前 他有時說話令到我們難受 或者他不肯受幫助 一個想法就是 幫你幫得很猛 幫來幫我都是這樣 但是另一個看法 其實他很慘 如果神要追討的時候 真是把草割下 很淒涼 他不是全割 不過割到 好像光頭一樣 那些衣服、頭髮全部都燒光了 其實他很淒涼 於是我不是有動力 不讓他影響 其實他比我淒涼 我就祝福他了 這就是一個 這個經文 當我詳細看很多經文 我都發覺很寶貴 因為詩編37編 我很久之前 已經留下了 我可以留意到 就深埋不平這句說話 但當我看完後面 我就越看越覺得很寶貴 我很喜歡在聖經 看到神的恩典 我很喜歡 講到神的美善 我是很歡喜的 這個也是我當時初做牧師的時候 因為背後的批評 那時候覺得很辛苦 但我看詩編 看到很多這些恩典的說話 我很喜歡很喜歡 給我很大的安慰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有這個習慣 觸實神的恩典 好了 第四 有意以夜王為樂 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怎樣可以以神為樂呢 是否要數算回 或者經常想起 現在有些東西 其實是受刺的 那就會快樂 不要當這些東西是理所當然 你當這些東西是理所當然 你會淡了 是啊 其實什麼都是神的恩典 我有空會數一下 就算我眼前的三腳架 那些物質都是神做的 這個攝錄機 它裡面的東西 第一是神創造的東西 第二是神創被人聰明智慧 懂得整攝錄機出來 我們有聖靈的感動 都是神的祝福 聖靈改變我們神的祝福 我們整個人脫胎換骨 由以前的邪惡醜惡 變成一個很善良的人 給神使用祝福 是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想到什麼都覺得是禮物 而我覺得呢 除了神的救恩神的聖靈的祝福 在世上最大禮物是淫 我太太和弟兄姊妹 一齊一個團隊 我覺得是很大的禮物 不是必然的 而互相受惠 互相受神的恩典 我有受惠 我們一起 可以祝福這麼多人 你們都受惠 被提升 提升你的過程 我又受神的恩典 因為神喜悅 那就越欣賞和擴展 我也求主幫助我們 以神為樂 神很多好東西 數算慣了 我真的習慣了 我一想到神我已經喜歡 我是很喜歡很喜歡 如果有人說話和祈禱 一說神真的好 我是很喜歡聽到的 但我往往聽到有人祈禱 神啊 你快點幫助我們 我們有什麼事工 你快點幫我們 經常都說快點幫 快點幫 很少在祈禱 多謝天父 你真美善 神你真美好 你真的很善良 有很多恩典 你怎麼祝福我們 我很喜歡聽到人說這些話 因為我心裡喜歡神 所以我喜歡人喜悅神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整天以神為樂 祂就將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這裡看到神的什麼屬性和恩典 我覺得是雙重的恩典 我覺得 因為我們可以以耶和為樂 就是 已經帶了恩典 我以祂可以有快樂 就是喜樂 然後 我拿著東西 在祂裡 下一句祂又再給我 就是 你心裡所求又賜給你 是呀 非常好 就是 聖經也有說 另外一句說 榮上加榮 這個呢 出於信 以至於信 就是越來越多 就說 以神為樂 更加多些東西 好 還有沒有其他人 有回應 我發覺這件事 我們越有感恩的心 和越有神的那種更新 就越看到神多些好東西 我們說任何一句說話 人都會聽到神的尾線 我們越看到神的尾線 我們生命越大改變 也越能夠祝福人 當人聽到我們這麼喜悅 是更能夠祝福祂的 這裡 首先就是 神可以賜喜樂 神賜很多禮物 所以叫人喜樂 神就是一個喜樂的神 我們很少人會想像 神是開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多數想到神 慈愛 大乱 但很少想到祂很開心 其實聖經說到 喜樂 歡樂 是很多很多的字眼 我自己很深信 將來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天堂那種開心 是我們想像不到 還有神那種開心 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的畫面 就是神很愛 但是那個喜樂的牌 是少一些的 我自己 其實聖經也有些說話說 為什麼有些說話說 一個序人闊過天神還要喚你 一個序人闊過天神還要喚你 嘩 從神那裡喚你 嘩 我就很開心 這裡我們看到神是開心的 這都是我們從經文去發掘 找出背後的含義 即是發掘神的屬性 是要發掘背後的含義 即是說 背後的神是多麼充滿喜樂 還有天上的人都是多麼充滿喜樂 還有那些天使都是很開心很開心的 還有說到耶穌有一次他就歡樂了 他說 你將那些神的奧比 向那些聰明通大人隱藏起來 向英雄顯出來 這裡就看到神 耶穌都在地上歡樂 可惜聖經沒有記住他如何歡樂 我就很希望聖經會說 耶穌就大笑了 這樣我們就 即是可以讓我們看到 或者耶穌微笑 到底怎樣呢 我不知道 但他 當時說到耶穌很歡樂 但怎樣歡樂 我去天堂的時候就知道 好 第五節 也就是說 當我們以神來樂 我們就深信神會將很多禮物給我們 就是我們想求的東西 其實聖經真的多處說 你未求已先 神已經知道 所以不需要 一定要怎樣說給神聽 只要我們以神為樂 先求神的國同去言 還有愛神 神就將這些一切給我們 那我們就有信心 神一定要搞定 我的生命一定蒙福 這種生命很不同 怎樣呢 我前面一定有最好的路 神一定為我開最好的路 神一定供應我的路 神一定為我預備一切的事 需要的事 這樣我們走前就很有信心 好 當將你的事家託耶穌華 並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這裡又看到神的什麼屬性和恩典 是很負責任 是的 很負責任 所有東西他背起我 是的 是 每一個人可以跟你說 你將所有的東西交託給我 是的 是 然後交託之後的後果是怎樣 如果我們依靠他 他就會成全 是 即是說他會做什麼呢 是 像是恩典 是 像是恩典 是 像是恩典 我們轉換成全那一次 到底可以包括什麼呢 可以是滿足我們 第二 可以在這個過程 依靠他的過程 我們又完全 成全就是說 他會成就那樣東西 我們依靠他的 將這事交託給神 神會成全 他就會 即譬如我很想祝福更多人 神就會成全 神會幫你將這件事成就出來 代表神的什麼本質呢 就是 祂是一個 有能力成就一切事的神 祂有能力 安排事情 以至那些事情會成就 祂會做祂偉大的事 其實很多人找我 他們都說 偶然街 YouTube日看到我的影片 其實找我的人很多 找過的人 有很多人 就是幫忙 他們繼續 他們的路 不是一定要 全部都跟我們有關 他們在過程中 都很得到幫助 我覺得 神就已經在成全中 不是一定要成全 就是在我們周圍 可以在不同的人生命中 即是我們行神的路 就會成全 所以我們就說 神是一個負責的神 還有祂有一切的計劃 一切的能力 令到那些事情成全 然後祂就說 祂使你的公義 如光發出 公義就是righteousness 即是說能夠遵從神的 戒命吩咐就是公義 然後呢 使你的公平justice 即是說 人是公平對待人的 明如正午 這兩句話 看到神的什麼本質 本性 以及祂的恩典 本性就是聖結公義公平 當我們走這條路的時候 它就會將我們的聖結公義公平 就會彰顯出來 變成完美和更加發出光輝 更加影響更多人 更加榮耀神 即將我們的生命 整個生命 好像在彈儀書裡說到 智慧人必發光 好像天上的星 那是多人歸異的 他們要發光如星 直到永遠 就是我們的生命 會彰顯出那種榮耀 即是說神很欣賞我們任何的好行為 而將它發揚光大 加上它的榮耀在上面 以至能夠影響更多人 即是成就我們所做的一切事 成就一個偉大的程度 跟著呢 第七節 回到第一節 就是跟第一節有關聯 你當默然倚靠仰華 耐性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 和那惡謀承受的 心懷不平 那這裏呢 就 講到 最後 吩咐我們怎樣做 我們應當默然倚靠仰華 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分別一下 他那裏說的是恩典 還是我們的行為 你當默然倚靠 是我們做的 我們倚靠 耐性等候他 我耐心等候他 不要因為那些道路通達 和暗謀成就的人 心懷不平 吩咐我們做甚麼 不過凡人吩咐背後 一定有恩典的 你要推動我們去做 其實中間那一段 就是一個恩典 不同的恩典 告訴我們 推動我們去 不要因為惡人 心懷不平 而這裏呢 是 講到 我們得力的方法 第七節開始那裏 默然倚靠神 安靜地 就算被人傷害 我默默地 我倚靠神 神一定祝福的 耐性等候他 他一定有他 等候可以不同意思的 在這裏來說 應該指到 就是等候神 彰顯祂的混淆 和彰顯祂的工作 正如正先所說 神會做這麽多樣東西 祂會呢 祂的信實成為祂的糧食 祂會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 我們 叫我們以神為樂 祂會成就我們所做的一切 又叫我們的公義 公平法 陽光帶出來 其實這裏列出來 你自己的聖章可以寫一二三四 我以前呢 有一次我在初訊的時候 有一次 這是神安排的 我們的團契請了聖經公會 一個人來我們 教我們去分析聖經的大綱 他就叫我們寫大綱 有幾點 很多種寫法 有些人寫到七、八點 然後他們將它分析 一點之下有幾點 第二點有幾點 自從那一堂上完之後 我開始一本聖經就寫一二三四 還有寫箭嘴 寫不同的符號 後來我們都學到用三種顏色 紅色就是耶穌的補血 就是所有神的恩典 應許 祝福的應許 第二點 藍色就是相反 就是懲罰警告 有綠色就是 我們應該怎樣做 就好像樹木長大一樣 綠色的 兩個都是律法 藍色和綠色都是律法 藍色就是警告不要做 還有懲罰 綠色就是怎樣遵從 當我這樣去記錄的時候 我就一看經文 我已經看到它屬於哪一句 我想問大家 第七節這裡 是用什麼顏色去記錄呢 綠色的 這裡是綠色的 就是說我們應該做什麼 就是默而依靠神 來性等候他 但背後有恩典 什麼恩典呢 就是說它一定會幫助我們 也會成就以上的 等候它不會是圖然的 是一定有後果的 不要因道路通達的 惡謀不成的 心懷不平 心裏面有平靜 怎樣有平靜呢 一定是神的生命改變我們 我們才能夠平靜 好了 我們這一陣子 最後的應用 我們私下一下 或者我們可以分享 或者討論 這個經文 其實大家回去 可以很豐富地 再寫一、二、三、四、九、六 寫的原因 為什麼我可以心懷不平 我們再分析的時候 發覺聖經真的很豐富 我們全本聖經這麼記錄 你真的覺得很豐富 我們現在應用 在我們遇到的人 令到我們很激氣 難以相處 當我們看到這些經文的時候 可以怎樣應用 幫助我們自己不受影響 中間那一段就是一個方法 怎樣有能力去不受影響 中間那一段就是講出能力的來源 老師說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等候這麼久 有時 不如我問你 為什麼要等候這麼久 你覺得等候有什麼益處 等候有什麼益處 可能真的要 我要有時間去學識 我自己經歷聖靈之後 其實我初期那時 立即去宣教 真的很多人經歷聖靈 但我有十年的時間 神沒有給我很大的機會 我回到外國 因為我之前太太 適應不到香港的生活 我回到外國 很辛苦地去耕耘 去建立當時的侍奉 在香港那時候 真的可以很容易 很快可以很大發揮 但在那時候帶來一個很大的益處 我學習到怎樣 耐性等候神的供應 和處理生命 和那些教導 很多時候 就是在那段時間出來的 就是我有很多教導 是經歷困難 不是一下子做到我想做的 那時候 神就教導我很多東西 我很多謝神 其實我以前的苦難 我現在看到 被人傷害 是有我的目的 就是幫助我 能受它的影響 我的問題可能是 我知道 有些是和我無關的 譬如有個名人 他有做很多差的事情 其實他又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我最後覺得 為何他還那麼長命 我又沒有生活不平 但他又沒有遭報應 這個都是耐心等候神的公義 對我沒有影響 但我們就是要等祂的報應 這個等候就未必等祂的報應 我只是等候神如何祝福我 和幫我處理生命 報應的部分 他身冤在神 他便報應 我們不知他何時報應 他可能在報應 我都看不到 因為他可能很順利 但他內心是不開心的 其實當你去想 現在世界上有些元首 做不好 你猜他是天天很開心 還是他天天天在想 我如何做 我如何做 達到目的呢 其實他平安喜落 還是他內心很多 謊癡 我要做到什麼 我會做什麼 但事情做不到 我要如何強硬做 可能有些人就會 其實看他就好像很厲害 他內心是享受不到 像我們那樣的平安喜樂 神可能在生命中做一些事 我們不知道 他不會公佈這些事 我們不知道 神已經在報應他們 但我們看不到 但聖經也有講到 這個末期會越來越多災難 越來越多這些問題 這個是必然發生的事 我們就說 其實如果我們等到他們何時遭暴 我們可能眼睛看不到 他們可能一路霸道 一路在這個世界末期一路霸道 一路打到最後何時呢 有講的 受的國就黑暗了 大家記得 還有講到那個開了無底坑 接著出來那些黃蟲釘的人 五個月痛苦又不死得 那些無受神的印記的人 就會被釘的 這個神在地上的審判 但未到之前 他仍然好像很厲害 聖經是有講到 啟示錄是有講到 神對他的懲罰 我們其實不想他受懲罰 我們想祝福 因為真是落地是很慘 是永遠無法出來 所以我今日的應用 主要是在侍奉人員 我們一生的侍奉 是會有很多失望 以及遇到困難 遇到難所 遇到批評 在我們的群體 我盡量給你支持 但是你將來 你讀多一面的時候 你未必會得到 你未必會周圍的人 去支持你 欣賞你 托住你 總是講正面的話 你未必會遇到這樣的人 希望你遇到 希望你遇到 希望你建立到的人 和你一起 是同心的 但我們就記得 詩篇37篇 神一定 祂的公義 祂的信實 是我們的糧食 祂必定做祂所起業的事 我們以神為樂 祂將我們心理所求 祂賜給我們 祂一定會成全我們所做的事 我們的公義會發出 我們公平 明義正義 神一定會成就我們生命計劃 只要我們走神的路 遵從神 所以遵從神是最聰明智慧 也都是最有喜樂 最有平安 我真的覺得 無罪一身輕 真的 那時候老牧師跟我講的話 他說一個clear conscience 就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一個清潔的良心 就是良心沒有指控 我們的內心沒有指控 我們都會有罪的意念 但我們即時處理 一有罪的意念 立刻處理 或者說錯話 立刻 請這個人原諒 做錯什麼 立刻請這個原諒 立刻處理的時候 神喜悅 我們的心就會輕省 這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但當人活在罪中 有些人 其實這個世界很慘 他們活在罪中很慘 他們活在罪中很慘 他們有很多苦惱 他們就給他們一些苦惱 他們又會說些話 我們就不要受諾 他們的不好的東西 這是他們的問題 我就不要受諾 我就不吃他們的不好的東西 而只是祝福他們 那神就起義了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 給你 大家有沒有一些回應 或者怎樣應用 我想通這件事 所以我根本 我可以很快處理到 很快處理到 不代表我的情緒 立刻平靜回運 我情緒的意思 我不是爆發那種 我在裡面 毅住 有些人傷害了之後 心壓住 我會盡快處理 我會盡快處理 我思想上可以很快處理 我有錯我認錯 如果我沒有錯 是他的問題 是他做錯 他做錯我不用生氣 我不用生氣 我不用激氣 這件事我會很快處理到 不過我發覺我裡面 還是毅住 但我一直讚美神 讚美神 一天一天就鬆回 通常被一個人傷害 就不會幾秒鐘處理到 思想可以很快處理 但那個情緒 那個感覺 是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這個 我未發現一個人 他被人傷害之後 然後說 我日後完全沒事 他說什麼沒事 其實你一定是沒事的 但我們明白 我們人的心的感覺 不是好像開燈熄燈 可以 是需要釋放的 需要處理的 需要神的處理 還有天天告訴自己 我做的神是歡喜的 神是我的信實 是我的糧食 祂叫我的公義 能夠發出來 能夠好像公平 好像日光一樣 光明的 神會大大祝福 成全一切所做的事 還有沒有回應 有沒有回應 看得很提醒 我覺得 即是 要去回神那裡 你都用神的角度 看所有的事 其實 即是 我用眼光看 世上的人 光明的 黑暗的 還有很多灰色 每一個人在不同的程度 有些人在光明 有些人在黑暗 有些人在灰色 有些人在灰色 不同的程度 灰色 其實他們個個都很 在黑色和灰色那些都很慘 我們越在光明之中 我們越重複 其實他們是慘 慘過我們 千萬不會 我們就不用給他們影響了 依靠耶華 來做得盛 OK 好 我們就 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祈禱去 感謝神 和讚美神 首先我祈禱結束先 請你多謝你 詩經三十七篇給我們 一個好的提醒 就是說 原來 聖經講到 神為二人 行神的路的人 那種祝福預備 是何等了美善 你的信實是我們的糧食 你的恩典是我們 所有的恩典的來源 你滿有福氣 你必定將最好的 賜給以神為樂的人 和祝福人的人 嚴恕人的人 你一定會祝福的 祂子幫助我們 天天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典我們 我們歡喜神 神就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不給人影響 而是靠著耶穌得勝有益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最美善的 我們將榮耀重贊歸給你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我們因神而歡喜快樂 以神為樂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們歡喜神 我們有神真是萬事足 神你真是原備的 甚麼好事都給我們 多謝主 感謝主 來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們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諸你的名為聖 愿你的國共能 愿你的子 愿人在地上 愿人在天上 我們愿人都飲食 今天賜給我們 愿我們不愿意債 愿我們愿意債 愿我們愿意債 不叫我們愿見事貪 救我們脫離公惡 因為國道 權兵 永耀存是你的 得到永遠 阿門 元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 我們聖命的感動 常與我們同在 我們滿有神的恩典 不要因為惡人心懷不平 反而是連問他們的 多謝主 作詞曲 李宗盛 按照片 因而 是 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